為了鼓勵平日表現優秀的家事長 同意市政府立正在市務會議上 既行市区共車優良家事頒獎電力 由市長安民會為優良家事長 可憲賤、責基電、顧群雄 以及熱門甘、送上免禮 感謝他們優異的表現 同時頒獎獎獎獎金 公車的家事是提供第一種文書 博物追尊的第一扇警官 優良的家事除了技術 竟家事要去比特貨部的結城 一百十二年市区共車優良家事兵生案 是委託第三公政黨委用力合計公司 兵生次許錫正、謝祈典、吳昆陽 三位優良家事 和有民眾票選的新規家事賴文彥 最近在市務會議接受市長安民會的表演 超級的家屬家 真的謝謝你們 當然也在國公總經理的整體反對的 這個運用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口碑 讓大家走進來都很愛使用很愛運用 所以想一想 我們從一開始 嘉義人說我出門要坐公車嗎 這是很少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大家都知道運用了 沒有到哪裡 我原來我上車很方便 而且運用了愛家宜APP 我們春節的運輸一定又是大量的人潮返鄉 還有很重要人潮來家旅遊這些遊客 那我們也更多的那個 現在我們看到愛家宜APP裡面使用這一個了解 我們知道公車的倒點時間 它的比例算蠻高的 都在前幾名 前三名之內 所以我想這因為它又精準 然後服務態度又好 大家又喜歡 剛才市政府交通主標時 一百十一年是市區公車 奉修的一年 不只是在地區衛生保護保護民健康室 健康設計劃令優勝設計劃 在地區沒有害羞 市區公車光臨五家線 竟在地區交通保護公公室 扳發台灣好行毫不管理 和公務品質有化兵備的疫苗 在全國七十一條 台灣好行的六三檔中 推映幾次 第一層的市區公車家屬 他們的農地 和市民享受這個公共運輸服務 也讓大家都感到相當公益 細心新聞 丟臉書翁修宣 跟議題 蔡宏保德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